台大史怀哲教育营在毗邻国中进行为期三周的暑期营队 内容相当丰富 包括国语、英文、自然等等 不过有别于正规的教学 史怀哲教育营诉求生活化的多元课程 让学生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 借此来提升学习兴趣 利用绳索帆布搭建简单的避难小屋 虽然简陋却是野外求生时最实用的救命工具 这是台大师资培育中心学生 目前在毗邻国中所进行的史怀哲教育营 透过生活化的教学内容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让学习变得更加有趣 这次营队主要的特色是希望 透过比较生活化的方式 交给学生一些他们可能课本上学过 但是不会应用的东西 或是课本上没有学过的东西 那希望能够是比较贴近学生生活的方式 让他们能够较为享受学习 然后引起他们的学习动机 虽然是在毗邻 可是我们不太会去学这种东西 参加这个营队后 他让我们学到要怎么去搭帐篷 绑绳子之类的 我们一般虽然不会学到 但是这个营队让我们遇到了很多事情 让我们学到了很多的事情 我们非常开心 台大使怀者教育营 已经连续两年在毗邻国中进行暑期营队 提供丰富的课程 包括国语、英文、自然、社会、社团活动等等 而且有别于正规的教学方式 多元活泼的内容设计 也大大提升了学生的学习成效 有将近33位学生来到我们学校 将近三个礼拜的课程 非常丰富的内容 希望让我们学生学到 可以复印他们多元智慧的各种知识跟能力 特别是这一次的课程设计 其实是复印我们素养导向的课程 跟未来12年国教师衔接的 所以说我们的课程导向是非常生活化的 希望学生能够把知识 学到了以后应用在生活当中 那进而会去享受跟喜欢他所学到的知识内容 史华学教育营是由教育部所推动 多年来深耕偏乡学校 在暑假利用迎对的方式 提供偏乡孩子一个快乐的学习环境 一方面可以补强学生的基础课业 另一方面也充实了学生的暑假生活 记者声明志们齐 评您财宝报导